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是武器販賣雜貨 當然他們對武器各樣都很講究 因為我們去密室槍械的時候 其實很多尺寸都很大 男生拿起來真的沒事 但如果女生拿起來 過大也不好看 跟槍械公司談了很久 剛巧那段時間 他引入了一支新的槍械 在折黑的槍械名叫蠍子 有把新的槍 帶來看看 然後我們叫J-Yang 他拿起來 剛好尺寸的尺寸 他拿起來很適合 而且槍很漂亮 找到一把屬於他的槍 其他都是重火力 男生拿起來 那些是很好的 感谢观看